说到盖房子呢 要盖一栋平房 你觉得要花多久的时间 刚刚那个三天我们已经觉得很快了 它还是这个原屋改造 而你觉得会是半年一年还是更久呢 答案很惊人 不到24小时就盖好了 这是利用所谓最流行的3D列印技术 盖出来的房子 你看到10栋这样的3D建筑 最近在大陆上海亮相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今天的晚报封面故事 一眼看去这些房子就和一般平房 没什么两样 但靠近仔细看 它们的墙壁都像年轮蛋糕一样 一层一层堆叠而成 就是最近在上海亮相 也是中国大陆首批3D打印技术盖出的房子 大家从我的镜头里看到 这样的一堵墙 就是由这个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那么墙体呢 是由一层一层这样的结构堆积而成 每一层呢是约三公分 那么打印机呢 就是通过旋转的打印来实现 墙体的整个结构的架构 墙体内部采用Z字形结构 既节省建筑成本又可以为拉设 电线水管预留空间 而盖房子用的3D印表机 采用打印材质也很特殊 使用建筑垃圾和水泥混合制成 非常环保 用这项技术 在建房子的话 现场没有建筑垃圾的 不会再产生建筑垃圾 第二个呢 可以把我们拆迁的建筑垃圾 甚至有一些工业垃圾 矿山的尾矿石 都能够给它经过处理以后 便被喂饱回到这个建筑里面去 3D印表机打印速度快 只要一张图纸 一台电脑24小时 就可以列印出10栋 这种大约66平的平方建筑 一栋只要两三万人民币 而业者未来目标 还要朝高层建筑迈进 只这样的建筑够不够安全兼顾 当然还得要给民众更多保证 记得我们新组合报道 建筑不仅